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广袤的原野炽热的阳光下 有种莫名的烦躁感 雄狮突击队却是非常安静 这种安静啊 就好像所有人如同机器一样 这就是每周十大王牌特种兵之一的队伍 应该有的表现 李高楼整个人趴在巨大岩石上 完全收敛气息 此时此刻的李高楼 哪怕是经过的虫子 大概都不会注意到他是个活人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这种事小李同学在华夏过往的历史中 听过的极多 而那个曾经普普通通的柳川少年 也一定不会想到 有一天这种事会放在他的面前 而且他必须去做 甚至可以说呀 此刻的这支雄狮突击队 或许比那百万大军防守的 要更加严密 尤其是本来因为威廉的命令 这支部队已经进入到备战的状态 所以此时此刻这种紧张的氛围 大概连只苍蝇都不会随便的能够进去 不过就在李高楼倒数了六秒钟之后 队伍的另一个方向突然之间发出了异动 跟着差不多所有人的注意力呀 都是微微的分散 就是现在 这一刻的李高楼速度快到几点 拉成一道蓄儿 在停下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边 从头到尾 没任何人发现的 所有的这些 李高楼有着绝对的信心 生死部上已经安排妥当了 他要做的就是按照计划行事 接下来找到莫斯 好似一只蜘蛛一样 贴在这辆装甲车的底部 李高楼再次明确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只有伪装成莫斯 才可以接近卡曼 莫斯是谁 李高楼不知道 但既然生死部上这么说 那就一定有其中的理由 两分钟以后 卡曼已经知道刚刚异动的来源 有自己的部下不小心走了火而已 赤裸着上身 他坐在椅子上 微微的眯着眼 作为雄师突击队的队长 卡曼对自己的力量 有着绝对的信心 同时他的警惕性可非常高 比如此刻的军营之中 除了自己刚刚从外边回来的贴身侍卫 并没有其他任何人 就在他打算吃点东西的时候 突然电话响了 接通之后 卡曼的嘴角带着笑容 威廉司令 过去的时候 他跟威廉司令 就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 所以彼此之间并不陌生 这一次给威廉帮忙 绝对有好处 电话那头 威廉的声音之中带着惊骇 更带着一丝紧张 我刚刚接到消息 勇兵联盟的基地被毁了 红魔图机队 包括其他人 全部都死了 这条消息 是威廉刚刚得知的 当时他被吓了一大跳啊 要知道红魔是什么人 更何况他背后可有着 拥兵联盟这个庞然大物 可这才过了多久 这红魔变成尸体了 基地也彻底被毁了 这种事真正是细思极恐啊 威廉可不是傻子 他当然猜得到 这应该跟李高楼 或者说跟华夏有关系 所以既然那华夏可以对 红魔和拥兵联盟动手 那么对卡曼同样可以啊 于是他赶紧打了个电话 卡曼 雄狮突击队的队长 冷笑一声 好 真是个废物啊 过去啊 他还以为红魔有点本事 现在看来呀 屁用没有 就这么被人干掉了 老巫都让人端了 威廉总是比较谨慎 或者说他承受不起任何意外了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安全起见 现在马上朝我这进发 我们先会合再说 这次的非洲之行 他已经被李高楼狠狠摆了一道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卡曼再出了事 哪怕是威廉都没办法交代 好 一个小时之后见面 说完 卡曼挂了电话 转令下去 现在出发 一个小时后 到达格力区 扑噬一声 就在卡曼认真地 朝旁边的莫斯 传递命令的时候 他耳中突然听到一种 好似气球被戳破的声响 然后鲜血 从卡曼的脖颈上流了下来 这种感觉 让他突然无法呼吸 张大了嘴 他想要出声 脑海之中更是觉着 极度不可思议 莫斯可跟他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了 从来都是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会对自己动手啊 而且他没这个实力啊 心里想着 他用了自己 生命当中最后的力气 看向了身旁的这个人 只见他嘴角带着笑容 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一张卡曼从来没见过 但是却无比恐惧的脸 因为就是这个人杀了他 没有任何迟疑 在黑刀贯穿了卡曼脑袋的时候 李高楼跟在后边就砍了下来 面对毒蝎的那种失误 只会出现一次 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尤其是现在这种形势之下 任何失误 任何意外 都会导致自己这些人处于无比危险的境地 所以啊 卡曼的脑袋被他划了下来的时候 他抬手把这颗脑袋就装进了个盒子里 一切依旧在他计划中 卡曼是一定要死的 哪怕他是雄狮突击队的队长 哪怕他实力绝对强悍 但是面对自己最信任的人的刀子 是没有谁可以轻易躲开的 因为从背后捅来的刀 最能杀人 做完这些 他把那盒子收起来 李高楼从军营当中走了出来 卡曼将军的命令 原地待命一小时后 开始行动 低沉的声音从李高楼口中响起 而那些战士眼中 这是来自于莫斯的命令 那个卡曼作为信任的人 所以这个命令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虽然说莫斯将军拎着一个盒子离开 有些奇怪 不过也许 他有卡曼将军的其他命令吧 此时的二毒他们还待在原地 二毒眼睛死死的盯着眼前的苗表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啊 都做好准备 我们到时候冲进去 李高楼已经离开整整四分钟了 现在马上就要到了约定好的五分钟 二毒是不会忘记两个人的对话 五分钟时间一到他就准备动手了 月影跟刘天赐几个人 再到陈航田他们都焦急的等待 那如果二毒真要动手 他们一定跟着呀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的是 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混乱 而且无比凶险的场面 至于说李高楼五分钟时间内杀了卡曼 绝对不可能 这种事哪怕只是想想 也觉着没办法能做到 紧接着就这时候啊 一个声音响起众人的耳边 我回来了 随着这声音响起二毒的倒计时 停了起来 瞪大了眼睛抬起头来 差不多惊骇的表情出现在众人脸上 果然那家伙回来了 他就站在眼前 大家都感觉做梦似的 而且这家伙嘴角还带着笑 不过马上大伙的目光 对准了李高楼手中拎着的盒子 他的确是五分钟之内回来了 但是这盒子里边是什么呀 想到这儿 二毒张嘴就问 你别告诉我 这里边装的是卡曼 二毒向来是一根筋 尤其李高楼是他兄弟 而他的这个问题 也是让一伙人呢 十分惊奇的盯着李高楼手中的盒子 哪怕是第一杀手影乐 都有些微微紧张 李高楼打开了这个盒子